如何检视及设定HP Color LaserJet Pro 印表机系列的一般安全性设定? 您可以开启印表机内浅湿Web伺服器,简称EWS,来变更一般安全性设定,如工作阶段余时和USB连接部存取。 若要存取EWS,请从印表机控制面板选取功能表选项。 卷动到Info、资讯、选项,然后选取它。 从功能表中选取Connectivity、连线、选项。 在Connectivity、连线、功能表中选取Wi-Fi区段,然后列印或记下IP位置。 开启网页浏览器,在URL搜寻栏位中,输入IP位置,然后按Enter,以开启内浅湿Web伺服器。 如果提示该连线不是私人连线,或者存取该网站可能不安全,请选取该选项以继续操作或继续前往网站。 存取这个网站不会伤害电脑。 展开左侧的Security、安全性功能表,然后选取General Security、一般安全性。 如果出现提示,请在栏位中输入您的密码或PIN,然后选取Sign In、登入。 使用Status、状态、标签检视一般安全性选项的目前的设定方式。 选取General Security、一般安全性、视窗顶端的Configure、设定、标签。 使用EWS Session Timeout、EWS工作阶段预示,下的加号和减号按钮,设定EWS工作阶段预示的时间、分钟。 按一下Control Panel Inactivity Timeout Seconds,控制面板闲置预示,秒。 下拉式功能表,然后从清单中选取没有活动的时间达到多少秒时,控制面板将会预示。 Hardware Ports,硬体连接部,区段可让您切换连接部,USB,和主机USB随插即用下方的开关。 来开启或关闭直接连接部,USB,和主机USB随插即用。 若要使用USB连接,直接从电脑列印到印表机,必须启用直接连接部,USB设定。 若要使用USB附件,必须启用主机USB随插即用设定。 完成后,按一下Apply,套用,以储存变更。 请到HP Support YouTube频道上寻找更多实用的影片。